大家好 又是我Cherry一年一到的美食節 今天就和大家進去看看有甚麼好吃 雖然每年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盡量和大家找找看有甚麼值得吃 有甚麼好吃 現在馬上進去吧 Let's go 之前未訂閱的朋友記得按訂閱點讚 share comment Let's go 終於進來了 今年的主題就是元宇宙 看看它的東西有多遠 不知道它是否賣的食物還是虛擬的食物 事不宜遲 看看有甚麼吃 這條街上都是食中菜的 吃海鮮的 暫時還未有深水 我們就走到其他不同的區域 看看吃甚麼 好 Victor 盯龍 你好 第一間 令我們貨水的就是我身後的這間 小平坡 燒的魷魚酥也很漂亮 所以我們第一間就點了魷魚酥 已經走到旁邊的街 旁邊的街就是海鮮街 比較多龍蝦、海鮮 有些泰國食物 蒜蓉焗龍蝦 看看中式那邊有否更漂亮 有更便宜的選擇 很香 忍不住要馬上吃 不過我們先選龍蝦 買完生牛之後 然後我們去了旁邊 也是中式的頂號海鮮火鍋 我們就點了一隻龍蝦 成為八五元 看看能否有肉 好 謝謝 謝謝 他每入一個區都需要數碼 剛才走到頭一個回合 買了三間不同的食物 都是海鮮 有魷魚、龍蝦和生蠔 生蠔和龍蝦都是蒜蓉燒的 龍蝦就要八五元 一整隻 生蠔就八十元 有六隻 魷魚就是三十元 看看兩個人買單 吃多少錢才能吃到飽 先吃生蠔 真好吃 它的生蠔很大隻 超大隻 它的海鮮跟手掌一樣 這麼大 試試它的龍蝦 龍蝦 好像不是很多肉 是不是龍蝦一向都不是那麼多肉 是啊 全都在蒜蓉 好像龍蝦薄餅 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整隻 龍蝦很酸 真鮮 龍蝦真的很貴 吃泡妃真的值得很多 龍蝦留在泡妃才吃 龍蝦不值得吃 只有一塊 只有一塊肉 也要刮菜 還有牛蝦 還有肥仔肉 肥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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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送的 不是送的 是包起來的 蔗汁 蔗汁的甜 應該沒有加糖 已經吃了三樣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 真的不夠飽 所以看看裡面有沒有些又便宜又飽肚的食物 碼頭大排檔 這間是上次我和Soso吃的那間 水佬榮大閘牌 很漂亮 沙環又不吃那間 超長條條 很多人排隊 吃口水雞 有撥雞 有雞 腳 和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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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這是燒賣 燒賣 對 燒賣 這是甚麼 不知道不夠好 多少錢 40元 一份吧 一份吧 這間 特技美食 我朋友吃了一串 牛柳串 15元 我看到它的椒鹽狗肚 也炸得挺漂亮 所以我也忍不住 很久沒有吃椒鹽狗肚 這也是我的最愛 即點即炸 多漂亮 你們的店在哪裏 聚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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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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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松肉混茶餐廳牛馬 的牛柳 15元 打算吃糊 你真的 一分錢 一分貨 大哥 終於等了一會 就已經炸好了 它這個就是 燒鹽狗肚 或者是40元 它也算大份 平常茶餐廳都要吃六七十元 很多年沒有吃 四個風味館 這裡有一個燒脆肉丸魚 好像很吸引 我的朋友就吃這個燒脆肉丸魚蛋 每人一吋 十元一吋 魚腐魚蛋和雞心三吋 只需25元 第二個回合就點了這個焦鹽狗肚 還有25元三吋的魚腐魚蛋和雞心 馬上試試有沒有吃 魚腐 脆肉丸魚腐 魚腐魚蛋 這個皮很韌 好像散 口感很特別 平常的魚腐是很彈 它裡面真的好像吃魚 玩的魚肉 魚蛋 應該是自創的 很散 對 散 好硬 挺特別 我嫌它的皮有點韌 如果沒有燒得那麼韌會好吃 燒鹽狗肚 這個曾經是我最愛的邪惡食物之一 好吃 它真的不夠肚 推介 推介 很好吃 而且它的炸粉不會太厚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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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第二回合 現在走到日本區 看看有沒有食物 應該差不多離開了 總結一下今天吃了多少錢 每年都是第一條街 就是日本店舖 今年看看有沒有不同 先吃鮮 先吃鮮 吃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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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時有幾間店舖 在外面的日本店舖 但今年全都是在內 看見面 看見鮮 DONKEY 知未停 每次來都必吃 必吃 這個小孩吃 好,那你買四隻 你買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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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鰻魚 40元一炸 這麼大隻 奶便花 五花腩 很香 很香 你要不要吃 芝士焗卷 三文魚還是蝦? 要芝士三文魚焗卷 有,芝士三文魚焗卷 很多人 前面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 真的排鮮魚燒 生蠔 我們看看原隻炸雞 今次已經在日本區 這裡走了一個圈 就叫了芝士焗三文魚卷 現在就叫了黃金海膽醬焗生蠔 應該就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要機燒鹽蠔 要四隻 四十多隻 好 麻煩 謝謝 下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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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圈 日本菜 海膽醬蕭生蠔 每年必吃 很漂亮 芝士焗三文魚卷 請問你們是不是在拍抖音 會是嗎 會是嗎 搞笑 他想一起拍 好 蕭生蠔 吃這個其實不是吃蠔 是吃它的醬 你看醬真的很好吃 最肥的就是醬 很大塊 一般呢 醬真的很好吃 我還在留著醬 一個人拍三塊 操略計算一下 我們吃了多少錢 卷物$38 椒鹽九套$40 三吋野是$25 五蝦$85 最貴的那隻 大魷魚卷$35 蠔$80 即是$423 人均$210 200我寧願吃泡菲 主菜都吃完了 看看有沒有甜品好吃 不是說真的太飽了 七成左右 這個皮是在這裡 這個粥糖 黑在一起 對 本來以為已經沒有甜品好吃了 最後都讓我們找到這間 日式雪糕店 它還很划算 25元 有兩個球 我們選了它的 焦糖味 好像喝茶 對 焦糖味 像牛奶味 茶也好吃 很划算 25元 這麼大杯 我們選擇的食物都… 幸好有質素 完美的句號 今天我們叫的食物多數都滿意的 價錢 除了人均$200多 雖然不是非常划算 不過也來支持本地的攤檔 今年的主題就是元宇宙 我真的不知道 關於元宇宙的事 但不要管它 總之食物是好吃的就可以 價錢不算便宜 今天的美食節就圓滿結束了 大家來支持一下澳門的旅遊業 下年再見 不是 下條片再見 下年再見美食節 拜拜 澳門美食節 2022 2022